我想這是再次的跟新委員跟舅委員的報告 公開透明也是未來它必然的一個綜合 我以前講一個白話講的 公開就我們講不贏了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 然後這些東西很多人也希望個別的委員 或甚至主席、副主席 其實沒有辦法 我們在這個會上也是希望 透過大家公開討論來做一個最好的一個結論 所以我想提前的也藉著機會感謝之外 提前大家來做報告 我們就直接開始會議 我們今天的議案總共有一個報告案及八個審議案 審議進行議程前我們先宣讀上次會議紀錄 第一零三次會議紀錄 第一 宣讀一零二次會議紀錄結論同一被查 文報告案的部分 案一 107 年度私有文化資產補助案 經常能及資本人補助經費代理情形 結論 傳遞被查 案二 南門中繼市場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規定及城牆時出利原則報告案 結論 一 南門中繼市場工程未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所列有破壞歷史建築之完整 遮蓋其外貿或阻塞其官藍通報之餘 既有關城牆時出利原則同一被查 二 歷史建築原台北行政所關設 大安區愛國東陸三號所定住的土地範圍 同意以現存既有圍牆為界 命案辦理編分通告事宜 審議案案一 直向市令古基張群故居 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樂靠並由出席委員 致同意決議如下 一 本案修正通過 請將委員意見納入使用規範 並同展示參觀計畫 並納入再利用計畫 二 人則同意本案現階段暫時作為彈工空間使用 未來仍以恢復原貌開放公眾使用為原則 後續人請管理單位工人處 免定長期再利用計畫 非股基管理維護辦法一二條 以五年為期監討一次 案二 歷史建築原台北行務所觀設 擴大登陸範圍審查 既再利用報告案 結論 一 同意變更歷史建築原台北行務所觀設 及其所定住土地範圍之地面積之地號 公告事項的部分請委員參閱 二 反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陸費執審查 及輔助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三 後續四精華段三小段五六四地號辦理日期分割後 由文化局進行辦理變分公告事宜 免提送本委員會審議 案三 直轄市令古基連濟戶國產四 古基範圍審查案 結論 本案及委員綜合討論後並由出席委員 以致同意決議如下 一 同意變更直轄 市令古基連濟戶國產四種類 位置或地址 古基及其所定住土地範圍之地號 面積及地號 公告事項其委員參閱 二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已經指定及備職宣查 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三 後續請建物管理單位 依據變更後製古基範圍辦理 修復或再利用計畫 四 臨近戶國產四位於國定古基 考古移植 原山移植範圍內 未定名古基制再利用 影響國定考古移植 補植保存 建請國定考古移植主管機關文化部 邀及專家學者專案研議 第1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49條規定 訂定國定考古移植 原山移植保存計畫 五 有關台北新四國88部所臨場 是否固分 本案新立尚全九尊 請文化提進一步評估研究 是否進行整體性調查計畫 案四 本市中正市永春街131校 三弄一號 三號建物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 一致同意決議如下 一 同意變更歷史建築 家和新村位置或地址 歷史建築及其所定住土地 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公告事項請委員參閱 二 本案一致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登陸廢址審查及輔助办法 辦理後續事項 三 後續宿台北市中正區 登陸廢址審查 及輔助辦法 辦理後續事項 另外要跟委員報告的部分是 經委員參閱會議記錄的第十九頁 有關上一次審議二案三 民進步國城寺的定住土地範圍 示意圖的部分 當時因為我們的上一次討論的示意圖 有一個部分是要連著園區步道 在基地南側的部分要連園區步道的部分 進行劃設 那上一次的部分有一點誤化 那這一次請委員參閱修正後的 五支定住土地範圍圖 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就請委員同意 就是修正被記錄的復圖以上 方法案一 案有直轄設定鼓擊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大道成教會 航新建工程設計文化資產保分法 第三四條規定報告案 本案一是文化資產保存檔 第三四條規定 本市文化資產協議委員會 第102次會議報告案一結論辦理 本府於911年5月28日公告指定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大道成教會為直轄視頻鼓擊 聖典府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為臨接本鼓擊 本局於106年2月7日 韓寢本府都發局 請申請單位提送 鼓擊本體監測計畫 106年11月18日 韓寢申請單位 聖德國建設開發公司 依文資法第304條規定 提送建築設計方案 及鼓擊保護計畫 國局審查 聖德國開發公司 於106年12月25日 提送文資法第304條報告 書籍鼓擊監測計畫 本局於107年1月12日 召開該計畫的專案小組審查 會議邀集文資委員 薛琴委員 蔡蓮良委員 蘇伊銘委員 曾天群委員 及相關單位旅會 會議結論1 有關限定 鼓擊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大道成教會 訪新建工程 是否涉及文化資產 保存法第304條相關意義 經本會議諮詢文資委員意見 出席委員 評估該新建工程之開發行為 並未破壞鼓擊完整性 並未遮蓋其外貿 或阻射及關閥之通道 無違文資法第304條規定 本案修正後通過 桌上有檢附第三4條報告書 請委員參閱 這個是當年的 鼓擊公告及第一集圖 請委員參閱 這是本案的基地範圍圖 這是本案盛況圖 他的南側 東側 南西側 照片 請委員參閱 民族 自下設定鼓擊 臺灣基督長老教會 大道成教會 旁之聖德鼓擊 集合住宅建工程 會有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04條索列 破壞鼓擊之完整 遮改其外貿 或阻塞性關閥通道之旅 請同意被查 本案一結論 但以後續 再上報告 按由李春生經驗基督長老教會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178條 鼓擊指電勤配置審查頒法 避使建築 經驗建築 登陸廢池審查及付出辦理法案 辦理情形 本案建物位於大同區 惠德殲44號 錯落土地為 迪化段三小段 694、694-2D號 建號為 迪化段三小段 291建號 為地上兩層建築 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為 財團法人 臺北市以春生紀念基督長教會 將會於106年4月28日來韓表示 本建物時代久遠 服役維護 外牆於1957年 改為洗濕地牆 又於1981年 做權業者休息 外牆改鐵磁磚 建物由磁磚脫落 物體漏水問題 教會使用空間 以戶服使用 以三服重建 大翔復健第三到第五頁 辦理情形二 經常本建物為 本市列策建物 本局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17、18條 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議程序 本局於106年6月7日辦理 以春生紀念基督長教會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堪 出席委員 包括李承昂委員 薛琴委員 張婚政委員 黃世娟委員 會堪結論 本次李承昇紀念基督長教會 建物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會堪 經委員綜合討論 初步認定據文化資產價值 建議指定為補給 後續將提送 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 會堪進入獎復健二 現場照片獎復健三 辦理情形三 專案小組委員意見 請委員詳參指本資料 四 本局一 於106年6月16日 向國使館 臺灣文獻館申請 指案建物原設計 懶散土及原大道成 油電電信之局 移轉相關 典藏文件 想復健四 五 本案文化資產價值 評估報告 想復健五 這個是地籍地形組的部分 藍色區塊就是 這個建物作為的地號 然後這是現況照片 中間那一張是 之前建物的舊照片部分 那右邊是面向建物的右側 那它旁邊就是大澳城清抽屑地屋 然後那以前的窗戶是原本是還有的 那後面因為教堂的需求 所以把窗戶就是都是封起來 然後這是二樓禮拜堂的情況 跟這是入口的木門 然後還有樓梯的部分 那一樓及二樓之間現在是那個 立霸方架的部分 那這個目前就剩下就是照片裡的兩扇窗戶 然後這個是1903年大澳城郵併電信之局 由建倉街營就是牽制到 就是這個圖中間有一個紅色的角落的部分 就是目前就是李春聖紀念基督角落的位置 那這個這幾個都是那個典藏的文件 然後這個是那個藍賽福的部分 那我們文化資產教職頻率報告 創建年期1903年 那目前作為教堂使用 所有全員保存意願 教會表示建物時代久遠不易維護 建物有尺磚脫落 屋頂漏水問題 加上教會使用空間已故不使用 希望建物能產品重建 那第四點價值分析 本局於106年接月7日辦理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專案小組 會談出席委員 完成委員務第四名 委員皆認為本建物具 文化資產價值建議指定為補基 那五未來管理維護財務規劃部分 一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 規定應由所有全員 管理人使用人管理維護 因此未來保存管理維護 建請土地及建物所全員進入說明 六指定範圍之影響進行評估部分 目前作為教會使用 指定後對現況效果影響 民辦引請同意指定李春生紀念基督教養教會 為之祥室定古蹟 名稱李春生紀念基督教養教會 花福部分 大澳城由變電信之局 總類教堂 位置 白斐師大同區區區區的殲44號 古蹟及所定著土地範圍之面積及地號 古蹟本體為李春生紀念基督教教會建築本體 建物為大同區敵畫段三小段291件號 建物面積 301.48平方公尺 建築物作肉土地為大同區敵畫段三小段694 該離土地面積155平方公尺 694-2 該離土地面積183平方公尺 第1號的兩立土地 實際保存面積 需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5. 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1. 本教堂所在地原文大澳城 由變電信資局 該資局原設於建昌間 金貴德建東側 2. 於1903年簽字建資並設計 當造兩層建築作為資局定設使用 大生年間資局移出改為教會使用至今 該建或建設大澳城公共建築及宗教建築之歷史 2. 教堂所在區域為清代流流堂建設台灣 發展近代交通、郵電、商務等重要場所 及洋人活動重要居留地區 建政為了截至清末至日治初期的發展 具歷史的意義 3. 本建物為明治初期的陽風建築形式 屋價樓板及萬貌屬 所以重新裝飾為建築空間 牆體及正立面入口 門面能為原貌 具建築史價值 4. 符合古蹟指定及費時審查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目 第1、2、3款指定基準 本案提請門審議會審議 並依審議決議辦理後續 有 今天財團法人也全身禁錄到 少法教會有代表出席